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关风险管理组织的职能体系 请注意了 这个内容我标注的是三型 但是我需要解释一下 虽然标注三型 但并不代表这个内容我们过去每年都考 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过去这个点考过若干次 主观题出现过选择题也出现过 而且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选择题还是主观题 这个知识点的考核几乎全部都是考教材原文 所以我在这呢 为了防止今年这个地方再次出现相关的考试题 我就专门加入了三星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大家注意 这个点我们应该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复习 那复习的过程当中基本思路很简单吧 肯定也是预防选择题主观题 两种可能的不同的考试题型 那么总体要求是要求大家去掌握 但是注意这个掌握不是要求大家去死定背 这个地方所谓的原文 有些地方你把它加强一下记忆 有些地方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死背 我们尽量多看几遍就可以了 那下边我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什么叫风险管理组织智能体系呢 意思是说我们企业要想有效开展风险管理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重视或者开展很多具体活动 那这些活动不可能由一个部门 有一个来完成啊 所以我们企业必须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 有关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 这个体系就涉及了不同职责的分工 那我们接下来就学习一下 按照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个文件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与风险管理有关的且内部的这些组织职能体系 它包含哪些组成部分 首先就是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呢 就是来自于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明确提出要求了 一个企业应该建立哪些与风险管理有关的职能部门或机构 它这样来说 风险管理组织职能体系主要包括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内部审计部门和法律事务部门 以及其他有关职能部门业务单位的组织领导机构提起职责 这就是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原文 对于风险管理组织职能体系 它一个总体的要求 那你想一想 按照文件的要求 成立这些不同部门和机构 这个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要让这些部门和机构分别承担风险管理的有关职责 落实相关的具体工作 从而对风险树立起不同的防线 保证企业在风险面前能够做到有备无患 尽量降低损失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 我在这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 让大家去增加感受 总体来讲 这就是一个企业 一般情况下 它的组织架构 按照前面所学的知识 这个架构就分成两个层面 对吧 上面这个是什么 我们叫治理结构层面 下面这个就属于内部机构层面 那你看一看 按照刚才文件所做的要求 我们首先要建立什么 首先要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然后其次再去建立所谓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然后内部审计部门 其他有关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这不就把它都涵盖进去了吗 那我们建立完其部门和结构之后 这些不同的部门和机构 都要各自承担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责 我们就可以建立起相关的风险的管理的防线 其中第一道防线是什么 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些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他们是直接开展业务的 所以说他们是直接面对相关风险的 他们如果能够进行相关职责的分配 承担起相关职责 这就构出了第一道防线 那第二道防线是哪个呢 第二道防线是在这 我们强调呢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这个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需要对这些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它的风险管理工作进行协调 进行指导 进行监督 然后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向上面负责的主要涉及谁呢 涉及首席风险官 风险管理员会 个别时候可能还涉及监视会 那我们就把这个构成了它第二道防线 那第三个是谁 第三就是内审部门 那么内审部门 它主要作用就是监督嘛 那监督对象就是这些职能部门 包括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而内审部门完成监督之后 它要向审计员会来负责 所以这就构成了风险的第三道防线 你想想 如果企业真的构出三道防线 是不是面对风险威胁的时候 我们就足以把它进行应对下来 这就是整个风险组织职能体系 它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框架熟悉完之后 接下来按照教材所做的讲述 我们就需要分别去了解一下 这些不同部门和机构 在风险管理方面 他们各自要承担的职责 你想一想 职责这些东西 你还需要理解吗 不需要过分理解 关键就是你能够把职责的具体表述 这个文字 我们能够把它熟悉一下 把不同部门机构职责 能够把它区别出来 就达到应设的要求了 那这边我带大家去快速处理梳理 首先介绍是谁呢 那就是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大家帮我回忆一下 按照前面我们所学过的知识 法人治理结构 我们国家公司法规定是谁来组成 四个部分嘛 三会一层 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层 我们再分析一下 股东会 股东大会 它会不会参与企业的风险管理 不会 这属于日常经营 股东会 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负责重大决策 所以当我们涉及有关 风险管理职责的时候 我们其实呢 是不会涉及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 再分析 其中的监事会 监事会干什么 监事会主要是监督嘛 监督对象不就是公司的财务 监督经理 监督董事 所以说 从风险管理日常运行的职责来讲的话 监事会也不涉及 我们也把它排除到外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 虽然我们讲的是规范的法人制结构 但是如果涉及风险管理 具体职责分担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主要涉及两个 一个就是董事会 一个就是管理层 这个逻辑 大家先把它掌握到 那你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教材主要首先叫谁呢 就是董事会 对于董事会 从风险管理这块来讲 首先对它的成员构成 给出一个基本要求 这段话请大家要仔细看到 要能够加强理解 这是一个案例分析的线索 他强调 董事会应该建立外部董事 独立董事制度 外部董事 独立董事 它的人数应该超过董事会 全体成员的半数 其中 所谓的外部董事 独立董事 它的内涵 我们是不是之前在第五章 我们曾经学习过 所以大家把第五章 学过的董事的分类 把它拿过来 帮你理解 那我们在这呢 重点强调 就下边这个要求 就是呢 外部董事 独立董事 在董事会 全体成员当中 这个构成当中 它的人数 应该超过半数 大家记住 这个基本要求就可以了 那接着稍微理解一下 要求外部董事 独立董事 它的人员数量 超过董事会 全体成员的半数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董事会的独立性 很清楚吧 保证独立性是干什么呢 就是保证董事会 在风险管理方面 有它自己客观独立的判断 不会受到管理层的过多干扰 这就是这个规定 它基本的一个思路 所以大家把这个 稍微掌握一下 那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树立有关董事会的具体职责 大家先记住 从风险管理来讲的话 董事会主要是对股东会 股东大会来负责 那从如下方面来承担有关的职责 那这个职责呢 不需要解释 我们请大家呢 稍微关注一下 就是这些具体的关键的名词 包括后面我们树立 其他部门机构的时候 也要关注这种措辞的差别 这个措辞差别 其实呢 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不同部门和机构 在这些方面 他们各自的分工 看看啊 第一是谁呢 审议并向股东大会提交 企业权利风险管理年度公众报告 董事会审议 审议通过了 向股东大会提交 股东大会来批准 然后第二谁呢 确定风险管理总体目标 风险偏好 风险成熟度 批准风险管理策略 和重大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那你看到 这里边强调是 确定批准 不再是所谓的审议了吧 那换句话来讲 这些具体工作 董事会来决定就可以了 就不用涉及股东会 股东大会 再往下走 了解和掌握 全面 企业面临的各项 诸大风险及其风险管理现状 做出有效控制风险的决策 然后批准什么什么东西 第五条批准什么 第六条批准 第七条批准 第八条批准 是不是这些都是批准 意味什么 意味这些具体的这些事项 都是到董事会 得到批准就可以了 不用再向股东会 股东大会来做出报告 所以这个大家把这个再树立到位 那接着第九条 督导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地度是督导 这个词千万不要忘 第十个就是风险管理 其他重大事项 就是这个兜底条款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快速把董事会应该承担职责 就把它简单提示了一下 我就没有一句一句再询见了 我们节省时间 请大家自行刻下 仔细的多读几遍 这是首先树立董事会 那树立完之后呢 按照教材的顺序 接下来树立是谁呢 那就是风险管理委员会 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 风险管理委员会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在董事会下面 我们设立的一个专门 或专业委员会 对于风险管理委员会呢 我们这里边首先也是总结出 对它的基本要求 不是职责啊 是基本要求 请大家把这些文字 先去把它仔细的读到 然后呢 我们防止这个地方出现案例分析题 首先记住 具备条件的企业 董事会可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 这就很好理解了吧 这句话告诉我们 风险管理委员会 是不是必设计够 不是的 强调具备条件 换句话来讲 如果你企业认为 你的条件不成熟 那你就在董事会下面 不要设风险管理委员会 相关的职责 交给董事会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个企业 认为条件都成熟了 都具备了 那么你就可以在董事会下 设一个风险管理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 去分担去承担一些相关 风险管理的职责 能数理清楚了吧 那接下来再看 如果这个企业 它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 我们紧接着 又对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 提出要求了 要求这样来说 召集人应该由 不兼任总经理的董事长担任 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 召集人应该由外部董事 或独立董事来担任 请大家把这句话 仔细多读几遍 读完之后 我们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具体要求 企业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了 那要指定召集人 这个召集人 不应该由谁来担任 很简单 不应该由总经理来担任 当然如果把外言扩大一点的话 也是强调 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 不应该由管理层担任 能数据清楚了吧 拜托的道理也很简单 通过这样规定 也是为了保证他的独立性 这是对他整个召集人的一个要求 那接下来又涉及 该委员会成员当中 需要有熟悉企业重要管理 及业务流程的董事 以及具备风险管理监督知识或经验 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董事 这个就没什么解释的 这个大家顺便把它读到 就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对风险管理委员会 一些基本要求 首先树立完了 那树立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涉及呢 风险管理委员会 在风险管理领域 他承担的职责 大家记住 既然风险管理委员会 是在董事会下面所设立的 那就意味着 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要是对董事会来负责 职责呢 分成如下几条 第一 提交全面风险管理年度报告 你看 这个关键词是提交 看到了吧 回想一下 刚才树立董事会的职责 第一条也是涉及年度报告 但是措辞不一样 董事会怎么表达的 审议 对吧 我们前后逻辑就梳理清楚了 是不是 全面风险管理年度报告 应该是由风险管理委员会 提交给董事会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 再报告给 或提交给股东会股大会批准 我们就把这个分工的逻辑出现 去梳理清楚了 后边这些条 也是同样的思路 请大家先去把这些条 一个一个读完 读完之后 关注这个措辞的说法 都是审议审议审议等等 然后再把前面董事会的相关职责 拿过来 一对照就知道了 什么风工 这个地方是审议 审议通过交给谁 交给董事会批准 那么大家就把这个 整个的逻辑出现 就掌握清楚了 所以这些具体文字 我就不再念了 请大家自行安排时间 在课下 尽量把它覆盖到 这是我们数理 关于风险管理委员会 那树立完之后呢 接下来在风险管理委员会 这个地方 我们教材呢 又用一段话 单独给我们讲了 管理层 它的相关职责 这个编排呢 坦率的讲有点突兀 因为按照我正常的理解 按照前面的解释 是不是建立规范的 法人治理结构 那这个结构当中 四个部分 其中与风险管理 直接相关联的 那就是董事会和经理层 就讲这两个就可以了 对吧 那前面讲董事会了 讲董事会下面 所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了 那我觉得应该单列 一个标题 讲管理层 但是我们教材 没有这样来编 而是把管理层 放到风险管理委员会 这个标题之下 单独讲了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就不管这个结构 编排是否合理了 这个地方就请大家 单独针对管理层 这种所谓职子的要求 我们把它读一下就可以了 他强调呢 总经理对 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 有效性 向董事会来负责 把这种上下的关系 把它记住 然后接着 总经理或总经理 委托的高管人员 这就是具体职子的表述 负责主持 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 负责组织拟定 风险管理组织机构 设置 及其职责方案 你想一想 如果是他负责 组织拟定 谁来批准 按照上下的关系 那肯定是 报董事会来批准 我们请大家 把这些文字呢 把它梳理到位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所谓的管理层啊 风险管理委员会啊 这些内容就把它 整体把它结束掉 接下来 我们梳理的就是 有关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这个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请大家呢 先注意 设立风险管理职能部门之后 这个部门呢 主要是对总经理 或者呢 总经理委托的高管人员 来负责 那么他的具体职责呢 分成如下若干条 这个呢 我也不再念了 请大家自己安排时间 把它适当多读 而且按照前面的提示 读这个部门 有关职责的时候 可以把前面的 风险管理委员会啊 董事会的职责呢 把它拿过来 我们去对照一下 那么通过观察 这种关键词的差别 我们去感受 他们这种职责上的一种分工 那么请大家呢 自行安排时间 把它稍微梳理到位 这就是我们所梳理的 关于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下一个内容 接下来呢 教材为我们介绍 就是审计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大家应该不陌生 它也是董事会下面 所设的一个专业委员会 在我们教材当中 首先呢 我们给出两段话 这两段话呢 其中第一段话 是对审计委员会 一个简单的介绍 强调就是在董事会下 设立审计委员会 企业内部审计部门 对审计委员会来负责 相当于把这条主线 给我们揭示出来了 那就是审计委员会 然后内审部门 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对内审部门 在风险管理部 这个方面的工作 做了一个简单的提示 大家呢 把这个关键词呢 稍微关注一下 他强调 内审部门在风险管理方面 主要负责研究提出 全面风险管理 监督评价体系 制定监督评价相关制度 开展监督评价 出具监督评价审计报告 文字虽然将内比较长 但是呢 我们在这就抓住 一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强调呢 内审部门 在整个风险管理领域 它的职责是什么 很清楚 那就是监督评价 这就足够了 这就是我们教材 以往他所讲的内容 但你会发现 以往这些内容当中 对审计晚会本身呢 并没有做相关的介绍 对不对 所以今年教材 这个地方就做了改进 怎么改进呢 就是把我们以往 内部控制这一章 关于审计晚会的 一些相关文字 今年全部把它 揉到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边呢 就把这些文字呢 把它稍微梳理一下 这些文字呢 主要是告诉我们 审计晚会 一些方面具体的工作要求 不过需要提示 这些要求 都是我们教材当年的编者 引用的国外翻译的资料 这些要求 在我们国内 没有明确的法律 法规与之相对应 所以它对于企业 没有什么约束力 它就是个观点 企业可以执行 也可以不执行 但是从我们考试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按照这些说法 这些文字 去把它掌握到位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尺度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神经晚会呢 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来介绍 首先给我们介绍 审计晚会履行职责的方式 我们在这就把它拆分成 若干具体文字 大家按照我提示掌握关键词 首先记住 审计晚会的责任 是由董事会来明确的 这个很简单 因为按照要求 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晚会 所以审计晚会 在开展区域工作的时候 应该是在董事会授权范围之内 是由董事会来明确它的责任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呢 审计晚会履行职责 它的具体要求 第一强调 建议审计晚会 每年至少举行三次会议 并于审计周期的主要日期来举行 这句话的关键词就是这个 每年至少举行三次会议 如果考试涉及案例分析了 案例才来告诉你说 这家公司设立审计晚会 这家公司的审计晚会 每年就召开一次会议 问你审计晚会哪不合理 就必须按照这个线索去答 他召开会议次数不够 按照要求呢 应该每年至少举行三次会议 这个大家把这个掌握到位 然后呢再提示个细节 有的学员可能注意到了 这个文字不是说建议吗 建议就是说 我建议这样来做 你也可以不做 但是注意 从考试来讲的话 你不要考译建立这两个字 就按照这个观点词去掌握 他只要次数没有达到三次 就说明他不合理 这是我们所强调的第一个结论 然后第二个要求是谁呢 审计晚会应每年至少 与外聘及内部审计师会面一次 讨论呢 与审计相关的事宜 但无需管理层出席 我们到这呢就停下来 这句话呢 我们过去考试也是多次出现 也请大家掌握关键词 首先是要求什么呢 审计晚会每年至少 与外聘及内部审计师 要会面一次 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关键词 把它掌握到位 然后顺便提示一下 因为整个表述当中 它是把外聘及内部审计 翻到一起去了 但是实务当中呢 我们还有相关的要求 什么要求 就是外聘内部审计师 和审计晚会会面的时候 这两个不应该同时在场 审计晚会和外聘审计师会面的时候 内审部门不应该在场 这就是强调这个基本思路 但是把它掌握到位 然后记着 会面呢 主要是讨论与审计相关的事宜 但是记住 会面的时候 无需管理层来出席 请大家在你讲义旁边做标注 这个无需 背后的潜台词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会面的时候 管理层不应该出席 所以大家把它记清楚 之所以要求管理层不能出席 这种所谓的会面 主要是为了确保什么 确保外聘及内部审计师 他们各自的独立性 不会受到管理层过多的干扰 但是我们强调整个这个基本要求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段话的后半句 这个呢我们基本没考过 所以大家去简单了解就完事了 他这样来说审计委员会的主席 可能特别希望于其他观点人员 比如说董事会主席呀 首席执行官呢 财务总监 高级审计合伙人 和内部审计主管等等 进行私下会面 这就没什么可强调的 这是我们书里的第二个基本要求 然后接着第三是谁呢 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 如果存在不同意见 按照我们后边文字的具体表述 首先干什么 首先应该进行内部调节 如果内部调节调节不成 怎么办 再去提请董事会来解决 所以大家把这句话的基本逻辑 把它梳理到位就可以了 那看最后一句话 审计委员会应每年对其权限 及其有效性进行复合 并就必要的人员变更 向董事会来报告 关键词给你标志出来了 重点掌握 第一是谁呢 应该是每年 所以记住 应该是每年对权限 有效性进行复合 其次是什么呢 如果发生相关的人员变更了 那应该向董事会来进行报告 这就是我们书里 关于审计委员会 它的第一个内容 履行职资方式 请带来关注的基本结论 那这个书里完之后呢 接下来看第二个内容 教材给我们介绍呢 审计委员会与合规 为什么会谈到合规 这个词见过没见过 肯定是见过的呀 我们在这一章第二节 书里风险管理目标的时候 我们先介绍是 高速委员会四大目标 其中有个目标 不就是合规目标吗 然后我们教导讲的是 我们国家中央企业 全面风险管理之一人 所介绍的五大目标 其中也是一条 什么 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简单概括合规的目标 所以说呢 我们企业开展风险管理 目标之一 就是要保证合规 那在合规期方面呢 审计委员会 也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一个简单思路 对于这个内容 我们总结的这些文字 不要求大家过细过多的复习 安排时间 适当读几遍就可以了 他将来说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活动之一 就是核查对外报告 规定的遵守情况 那不就是强调合规吗 那接下来 审计委员会一般有责任 确保公司履行对外报告义务 并结合财务报表的编制情况 对重大的财务报告事项 和判断要进行复合 请大家呢 把这句话要适当多看几遍 它的关键词就是进行复合 这是第二句话 那接着第三句话告诉我们 管理层的责任是编制财务报表 审计师的责任是编制审计计划 和执行审计 其实这句话 如果跟前面的文字 把它结合起来的话 就明确的告诉我们 审计委员会 管理层 审计师 在整个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这一块 他的职责的一个分工 能区别出来吧 怎么分工呢 是不是告诉我们管理层 它是负责编制 所谓的审计师 负责什么 那就是负责进行有关的审计 审计委员会干什么 这就是关键词 进行复合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小线索 我们适当的把它把握一下 这是教材数理的第二个 然后接着看 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第三个内容 为我们介绍审计委员会 与内部审计 其实它的基本思路 在一开始介绍我们相公文字处 都已经说过了 是不是说的很清楚啊 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 然后内审部门向审计委员会来负责 已经告诉我们了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教材又是把内控内章的相公文字 又把它拿过来 重复做详细的讲解 那我在这呢 先有一个简单的框图 去简单解释一下 审计委员会跟内审 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我们应该知道 内审部门 首先它是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 所以从整个行政级别来讲的话 内审部门应该是和其他职能部门 我们说处于同级别的这样的部门 但是内审部门又是个相对超脱 相对特殊的部门 为什么 因为内审部门主要职责是进行监督 那它的监督对象 除了这些职能部门之外 是不是也包括所谓的管理层 那因此为了保证内审部门在监督过程当中 它的独立性 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内审部门 从它的职责旅行 从职能上 应该是向审计委员会来负责 而审计委员会是直接对应董事会的 那在这过程当中 不就相当于绕开了管理层 从而确保内审部门在履行资深监督具体职责的时候 保证它具备足够的独立性 所以大家把这个简单的逻辑主线 要把它梳理清楚 那梳理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教材所采纳的 西方的这些关于内审 审计委员会二者关系的一些具体表述 这个表述 我们首先请大家记录一个基本结论 什么结论呢 二者的关系说的很清楚 审计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内审部门的工作 这句话要把它扎实的把它记住 但是不是死定备 我可能说案例分析题 如果这样来问你说 有一家公司 它设立了审计委员会 也设立了内审部门 然后它规定规定什么呢 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或主席 同时兼任内审部门主管 问你哪儿不合理 容易判得出来吧 这个兼任肯定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内审 那如果审计委员会的主席 兼内审部门主管 他还能够有效进行监督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句话 我们除了掌握原文之外 还要理解它的内涵 防止出一些简单的案例分析线索 这是我们首先树立它的基本结论 这个结论树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有很多详细的文字 这个文字呢 其实就是进一步为我们解释 这个所谓的监督 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审计委员会从哪些方面 对内审部门的工作 进行有关的监督 那这些文字呢 请大家仔细的去把它多读几遍 不要小看这些文字 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这些文字 第一出过选择题 第二 有一年也考过简单题 要求你去默写 这是过去的考试情况 那我们前面也说过 我们最近几年在主观题 要求你纯默写的情况 越来越少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些文字 我们请大家还是要尽量把握一下 我们把它树立成若干条 逐一来解释 第一是谁呢 审计委员会要监察和评估 内审职能在企业整体风险管理系统当中的角色和它的有效性 然后第二呢 核查内审的有效性 并且批准对内审主管的任命和解聘 这句话呢 我单独强调了一下 单独强调 请大家呢 按照这里边所做的表述 把它记住 回顾刚才我所做的解释 我说过 这些文字都是我们教材采纳的什么 采纳西方的一些资料 一些观点跟我们中国国内的国情 有些地方呢 不完全对应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国内 由审计委员会来批准内审部门主管 有关他的任命啊 他的解聘呢 其实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这样来做的 所以这个地方答记住 如果从考试来讲的话 就必须按照这个来答 记清楚了 那接着 应确保内审部门能直接与董事会主席相接触 并附有向审计委员会说明的责任 很简单吧 那就是直接与董事主席相接触 那就绕开了谁 绕开了管理层 接着往下看 审计委员会复合及评估年度内审工作计划 审计委员会呢 还要收到关于内审部门工作的定期报告 复合和监察管理层对内审调查结果的反应 这都没什么解释的 请大家自行安排看一看就行 再往下走 要确保内审部门提出的建议 已经得到有效的执行 审计委员会呢要有助于保持内审部门对压力或干涉的这种独立性 那你想这种所谓的压力或干涉来自于谁 肯定是来自于管理层嘛 然后接着确保内审部门正在有效的运作 这就是我们所梳理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内审 一些具体的相关文字 请大家自行安排时间再把它多读一下 那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细节点 请大家适当关注一下 也就是说审计委员会需要对内审部门的工作 包括它的工作计划 它的工作报告要进行复合 这里边又告诉我们 我们复合的时候 从哪四个主要方面 这个点从来没有考过 但是按照我自己的判断 这个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可能的出题点 主要考原文 所以大家适当把这四个方面的 所谓的标题或名词 把它稍微记一下 第一就是内审在组织中的地位 第二呢 内审部门它的职能范围 第三它的技术才能要求 第四它的专业应尽义务 这就不需要去理解 也不用展开 就把它稍微的掌握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审计委员会 这些具体内容就把它梳理完了 梳理完之后 按照顺序 接下来呢 教材为我们介绍的是 企业内部其他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因为这些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他们在风险管理当中 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职责 构筑起管理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那这里边呢 也请大家把相关的职责 我们简单去梳理一下 首先记住 按照要求呢 这些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在风险管理这个方面 要接受呢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和内省部门 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那就相当于 针对这项工作 这些不同部门的这种 所谓的职能关系 就把它梳理清楚了 然后接下来 就介绍这些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在风险管理方面 它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这个呢 我也不再一条条来念了 请大家安排时间 适当把它读一读就可以了 那而且读的时候呢 也是尽量和前面 什么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呢 什么生险管理委员会呀 董事会呀 这些相关具体事项的职责的分工 能够把它适当区别出来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梳理 其他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那接着还涉及谁呢 又涉及下属公司 就是企业如果呢 设立了有关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那这时候我们也要求 这些下属公司 也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干什么 去建立有关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但这个地方就是很泛泛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也不再讲了 那大家从考试来讲的话 这个文字可看可不看 如果没有时间 就把它略掉 这就完事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有关风险管理组织 职能体系的这些主要的内容 就把它区别提示了一下 请大家按照我课堂所做提示 在课下呢 我们分出轻重管理 再去把它适当的巩固到位 我们就把这个点呢 把它结束